是 现在娱乐圈都流行是晒娃 晒萌娃 感觉自己家里面要是没有个萌娃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打招呼 当然啊 这个也是粉丝愿意看到的正能量 那接下来这位明星也许呢也是在这条道路上面慢慢着努力着行走着 来看一下2014年2月啊 徐若萱和老公李云峰是领证结婚了 今年1月呢 40岁的女神就怀上了自己的宝宝 只是高龄 拼娃呢实属不易 静卧 吃药 打针 成了徐若萱的日常生活 连徐妈妈都不禁要感叹 我好佩服我的闺女啊 来看一下 她每年都到 只是去年结婚 今年怀孕要生小孩 对 所以她也很关心 这次徐若萱妈妈现身是为支持台湾地区原住民的活动 其实女儿对这项公益事业也十分上心 只是碍于身体情况 徐若萱才没能参加 要说女神也已经怀胎七个多月 这些时间我们常常听到她因为怀宝宝而身体不适的消息 那徐若萱现在的状态到底如何呢 非常好 因为下个月就要生了 谢谢你 你常常过去看她 每个月都去 安胎需要静养 所以不方便公开亮相 但徐若萱常常通过社交网站通报自己的近况 这当妈的喜悦 我们可都接受到了了 大家好 我是二十九周的李维宝 妈咪说一定最少要有两千克才可以出来 妈咪的话我有听哦 我很努力在配合妈妈吸收营养 我脸长肉了 快要一千五百克了 我的五官也越来越清楚了 有没有 谢谢大家每天都帮我们加油 在最新的胎动照片上 李维宝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小宝贝健康长大的背后 女神妈咪可没少受折磨呢 我自己妈妈都佩服她 她很坚强 很乐观 而且很认真 还想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 那辛苦难免嘛 对不对 要躺着来这个安胎也不容易啊 但是真的过了 女神怀孕之后可是看了我们好心疼 自从有了宝宝 许若萱先是冒痘痘 长黑眼圈 后来又因为肠胃敏感狂拉肚子而住院挂水 为顺利产下宝贝儿子 许若萱只好卧床安胎待产 每天还要吞下十三颗药 为母则强的她苦中作乐 还向大伙炫耀自己现在一次 已能吞五颗小药丸 妈妈每天吃这么多药 肚子里的宝宝自然也要时刻观察 前不久 许若萱就自保已经为了肚子里的李维宝 打了两百多针 每天还要在身上挂满仪器 实时监测胎儿的状况 面对这一切 许若萱也不烦躁 还乐观为以后做出了打算 她将来可能会把那个 她所吃的东西 可能会帮助一些孕妇 这么好心态实在值得手动点赞呢 其实早在六月底 体重已破六十公斤了 产后一定不能对自己客气 来个魔鬼训练 受回想当年 没有压力这么大 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宝贝女儿 所以万一我真的 这把年纪生不出来也还好 因为家里也是还是很完整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 围绕在徐若萱身边的家人们 也时时刻刻支持着她 女神在医院的时候 就收到了两个女儿贴心送上的视频 这画面可是分分钟逗乐妈咪 老公也在身旁用心陪伴 徐若萱的心里自然幸福的比蜜天 如今预产期在即 大伙可都盼望着徐妈咪 能坚强撑过最后的一个月 早日卸货 女神重回美少女行列 指日可待 这个我就并不知道了 生完再说吧 这一态已经是个老天保佑 非常好了 行路在线台北独家采访吧 好